在漫画产业超级发达的日本 每年都会有一大批漫画被真人化 最近有一部阴间漫画居然也真人化 这是一个相当离谱的美渣男成长故事 男主小金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小早 两个人高中三年谈了四年恋爱 但他们之间除了牵手什么也没做过 高中毕业后小早选择了老家的大学 而小金考上了东京的大学 分别的时候小早非常的舍不得 他让小金到了东京一定要给他写信 他觉得只有从小金那里得到有尸体的信他才能安心 最后他还叮嘱小金千万不能出轨 小金很快就在东京过了一年 他确实没有出轨 但东京的情感价值观却刷新了小金的认知 以前在老家时小金和小早都是躲起来谈恋爱 但在这里公然三人形的恋爱比比皆是 而且他们觉得异地恋根本不算谈恋爱 因为异地恋有很多事情做不了 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 小金的内心早已躁动过安 只是小早持续不断寄来的信才让他保持了理智 小早的每一封信都是一些细碎的日常 小金觉得非常的无聊 每次他想给小早回信却不知道要写什么 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也无聊透的 于是在东京的这一年里 小金一次也没给小早回过信 又是一个无聊的日子 小金回到家楼下却被一件大红色私密衣物砸中脑袋 他看向阳台发现这件衣服是隔壁邻居的 他回到家里拿了个塑料袋装好上门归还 按了门铃后他把袋子挂在了把手上 没想到邻居却打开了门 看到是个穿睡衣的女 小金顿时羞红了脸说明了来意 女人大大方方地接过来并做了自我介绍 从此小金的节奏开始被这个叫子乃的女人打忘 两人的第二次交集 是小金在收小早的信时被子乃撞见 子乃一看就知道是女朋友的心 接着他问了个炸裂的问题 然后更炸裂的来了 小金的内心掀起了波澜 为了平复心情他开始给小早回心 可是刚写了一句开头 脑海里就不断回想和小早失败的触体验 最后他再也写不下去了 两人的第三次交集是小金和同学回家时 子乃就在楼上和他打招呼 看小金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子乃又开始撩拨他 子乃不断地试探着小金的底线 小金显然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子乃其实是有老公的 两人在家门口接吻时被小金撞见 子乃介绍说老公叫阴田通 因为他老是出差所以基本不在家 男人走后 小金对子乃说 你都有老公了怎么还对我说那种话 子乃突然问小金爱不爱自己的女朋友 小金却沉默地没有回答 子乃一路追问到了家门前 小金也很想知道自己到底爱不爱小枣 于是他进到了子乃的家里 小枣这边继续保持着每周给小金写三封信 但每一次满怀希望的寄出去换来的都是空空如也的失望 闺蜜和好友都说用书信谈恋爱是不行的 于是小枣在劝说下终于买了一台手机 小金这边和子乃玩得很开心 但他们第一次玩就被当场抓包了 因为樱田通早就在家里装了监听器 下一集小金和子乃越玩越少了 樱田通面对出轨的妻子却一脸淡定 小枣因为受不到小金的消息要来东京看小金 离谱的四角关系会如何发展呢 这一集的离谱尺度拉得满满的 男大学生小金没顶住美艳邻居的诱惑 乖乖地交出了自己的处男之身 事后的第二天清晨 醒来后的小金终于想起了自己是有女朋友的 他连滚带爬下了子乃的床 子乃淡定地问他要不要吃早餐 他头都不敢拍 飞速穿好衣服逃回自己的公寓 回到家后的他懊悔不已 然而就在他看着女友小嫂的心忏悔时 隔壁传来子乃敲墙的声音 这个声音不言而喻是叫他过来的意思 于是上一秒还在为自己的出轨忏悔的小金 下一秒身体就很诚实地进到了子乃的家里 运动过后小金心满意足地去上课 下课后 学校的海王校草约小金一伙人去联谊 小伙伴们说小金一般不会参加联谊 因为他已经有女友了 得知小金居然有女朋友而且还是异地恋 校草感到有点可惜 因为他一直以为小金跟他是一类人 都是渣男中的极品渣男 他没想到小金居然这么清纯 但不久他就发现小金玩得比他花多了 他在便利店偶然遇见小金和一个大美人在买那个东西 而且两人的对话相当炸裂 校草连忙掏出手机一路跟踪录下两人的视频 第二天校草找到小金 叫他别装一脸清纯的大学生了 说完直接亮出视频 小金还狡辩自己和玩弄别人感情的校草 可不一样 校草让小金老老实实地承认 他其实跟校草就是一类人 而且校草根据自己作为人渣的直觉 他觉得小金比他还要渣得多 被戳中的小金连忙逃离 校草说的一点都没错 他就是个彻彻底底的渣男 自从和子乃在一起后 他连小草寄来的信都懒得看了 这时子乃又在隔壁召唤小金 小金又诚实地直奔子乃家了 子乃说今天他回了一趟家为他老公收拾行李 他老公又出差而且一走就是一个月 他拿来了家里最贵的红酒请小金尝一尝 子乃说的家是指他和老公住的大别墅 小金不明白为什么他放着别墅不住 要在这里租一间25平的小公寓 子乃说那个别墅太大了住着很不舒服 他在那里没有容身之处 而这个公寓小到只能住下他一人 就像他的私人秘密基地 然而子乃不知道的是 他的老公在他的秘密基地的每一个角落都装了监控 他的一举一动全都被老公监视着 在乡下的小草还在盼望小金的回心 闺蜜们听到小草说和小金谈了五年恋爱 居然没有出体验都惊呆了 闺蜜还以为小金是不需要肉体关系的施草男 但小草却说并不是 他们的第一次因为小草太害怕没有成功 后来小金不及小草的感受 就一直和小草保持距离没有再碰小草 闺蜜说小草和小金之间已经有了距离还敢搞一地恋 就不怕小金出轨了 小草说小金已经答应过她不会出口 她也相信小金不是那种人 然而小草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她的内心已经开始感到隐隐的不安 在东京的小金还是被海王小草拉来联谊 说好的联谊却只来了一个女生 只是男生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叫美玲的女生是小金的初中同学 初中的时候美玲暗恋小金 但小金因为长得太帅身边总是围满了女生 自卑的美玲根本不敢接近她 后来美玲搬到东京才好不容易放下小金 现在又在大学里遇见了小金 但小金完全认不出美玲 期间孝草不断地向美玲劝酒 小金英勇地抢过酒杯替美玲挡酒 这一番英雄救美 让美玲对小金的喜欢瞬间死灰复燃 她假借上卫生间去平复心情 出来时却被孝草表白 孝草看得出美玲喜欢小金 她告诉美玲 小金可不像美玲想象的那般清纯 小金比起她还要扎得多 美玲还不如跟她在一起 美玲愤怒地甩开孝草 酒桌上小金想起自己绿了小草就心情复杂 下一集小草终于要来东京看小金了 她在小金的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安全套 小金要如何狡辩呢 小草会不会发现小金出谷了隔壁的子奶 第三集更新 这一集的羞耻尺度又刷新了高度 颠也颠到了要吃酱鸭药的程度 小草和男友小金谈了四年恋爱还没有出体验 经过上次和朋友的对话 小草意识到自己应该主动一步 于是她决定去东京找小金 在去之前 闺蜜给小草准备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小雨伞 请您 小草提着行李箱终于来到了东京 可是她来到小金的公寓附近时却迷路了 巧的是子奶发现了小草 把小草带回了公寓 小草放学回来后正想和子奶打招呼 小草突然从子奶身后跳出来抱住了小草 小草被吓得一脸懵 小草开心地解释说是子奶帮她找到了公寓 小草心虚地看了一眼子奶 就拉着小草进到了家里 小草看到小草一副不太开心的样子 以为是自己没打招呼就擅自来东京打扰到了小草 她说自己今晚可以去外面住 小草的一句话马上就让小草喜笑言开 晚上睡觉时 小草却扑了两张床 她让小草睡床上自己睡地板 小草顿时有些难过 她犹豫了一会提出想和小草一起睡床上 小草猜到了小草的意图 然而已经出轨的她根本没脸碰小草 所以她找了个借口推迟 这个回答让小草的心情有点失落 在小草洗澡时 小草听到隔壁传来了悄悄的声音 她凑近去听时对方又停了下来 此时小草注意到被子下有好几个没拆过的小雨伞 她的心顿时跌入谷底 小草出来后看到小草被对着自己在哭 小草一边吞去衣物一边向小草道歉 她觉得一定是当时自己拒绝了小草 所以小草才会去找其他的女人 她上前紧紧抱住小草 小草环顾了四周发现了地上的小雨伞 她意识到小草看到了小雨伞 那是昨晚她和子奶在一起是没用完留下的 昨晚小草和孝草一伙人去喝酒 不胜酒力的她被孝草和美玲送回了家 半夜小草被子奶的敲墙声惊醒 小草本想过去 可是刚酒醒的她虚弱地没有力气下床 于是只能敲墙让子奶自己过来 早上子奶在小草的公寓醒来 看着熟睡的小草 子奶忍不住在她脖子上种了一个草莓 小草被疼得醒了过来 因为害怕被人发现 小草并不喜欢子奶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 眼看着上课时间快到了 小草连忙穿好衣服准备去上课 没想到当天放学后小草就来了 看着小草伤心的样子 小草连忙撒谎说这是同学恶作剧放在家里的 并不是她自己用的 所以小草不要在意 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小草 小草连忙向小草道歉 小草一把将小草拥入怀中 虽然对自己的谎话感到恶心 心里却浮现出一丝侥幸 也许是为了弥补内心对小草的愧疚 小草吻了小草 然而在关键时刻 小草脑海里却不断浮现出紫奶的脸 小草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她起身为小草盖上了被子 小草疑惑地问她怎么了 她转过脸去不敢直视小草 第二天两人到外面久违地约会 东京的一切对小草来说都非常的新鲜 晚上睡觉时 两人终于不再勉强 小草睡在床上 小草睡在了地板上 小草牵着小草的手静静地看着她入睡 睡着后的小草依旧舍不得放开小草的手 小草看着小草单纯的脸 又看看自己脖子上被子奶留下的草莓印 内心感到微微的刺痛 此时隔壁突然传来了子奶悄强的声音 刚才还一股罪恶感的小草只是犹豫了三秒 立马就放开了小草的手直奔隔壁 小草也搞不懂自己 明明很重视小草 可为什么现在又会和子奶在一起 在和小草锦一墙之隔的这个房间里 小草和子奶在一起了 啊受不了 小草一口一个不懂什么是爱 甜一缺一个也没少占 子奶的老公在子奶的家里装了摄像头 两人的一举一动全被拍了下来 在下一集里 美玲发现了小草和子奶的奸情 她会不会告诉小草呢 可怜的小草还要被蒙在鼓里多久呢 小草我呀 第四集来了 在上一集里 男主小草半夜抛下女友小草 直奔隔壁邻居子奶的家里 两人在和小草锦一墙之隔的房间里 一直缠绵到了凌晨一点 小草不敢在子奶家里久留 马上穿好衣服回了家 看到小草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小草猜想小草刚才应该没有被吵醒 第二天小草要回老家了 她其实很舍不得跟小草分开 准备走到车站时 她突然不想回家了 小草只好安慰她自己 很快就会回老家看小草 而且暑假马上就要来了 他们很快就能再见面了 小草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开小草 不过她说她还是会给小草小信 如果小草能给她回信 她会很开心 小草嘴上答应了小草 但收到小草的信时 她还是没有任何回复的兴趣 第二天下课后 小草和孝草还有美玲一伙人 打算一起完成小组作业 在大家讨论分工时 美玲却发现了小草脖子上的吻痕 她有点好奇这个吻痕是谁留下来的 一旁的孝草注意到了 美玲一直盯着小草的吻痕 散会后孝草找到小草 让她如果不是故意炫耀 最好是把脖子上那触目惊心的吻痕遮一折 小草听到拿出了窗壳贴 她在脖子上摸索了很久 就是找不到位置 孝草过来一把拿过窗壳贴帮她贴上了 其实孝草是来感谢小草的 多亏了小草上次在她骚扰美玲市阻止了她 美玲现在才不至于那么讨厌她 为了表示感谢 她也会帮小草保守出轨人妻的命运 而且还删掉了小草和子奶去买小雨伞的视频 小草真是没想到孝草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小草回到老家后向两个闺蜜分享了东京之行 两个好友还以为小草和小草做了该做的事 所以小草才那么开心 没想到下一秒 小草就把闺蜜送的武器完好无损地还给闺蜜 小草说不是没带衣伞 而是她和小草没有做该做的事 小草说她和小草还不着急做那件事 闺蜜却感觉很不对劲 她觉得说不着急都是借口 毕竟一个健全的男人和女朋友待在一个房间里 不想做点什么的话真的太不正常了 闺蜜觉得小草有必要排除一种情况 那就是小草在东京和其他女孩子做了那件事 所以和小草在一起时就没兴趣了 小草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也越来越害怕小草出轨 在东京的小草生病在家卧床 子奶上门照顾小草 在准备晚饭时 子奶看到冰箱里有很多小草做好的菜 上面还贴了提醒小草按时吃饭的小纸条 在煤气灶上还有一锅小草煮好的汤 只是这锅汤已经不能吃了 子奶觉得很可惜但也不得不倒掉 她一边到一边夸小草是个好女友 不仅会照顾人 而且温柔善良单纯 看得出来小草是真的很爱小草 子奶希望小草也能好好的爱小草 这话从子奶嘴里说出来对小草的杀伤力非常大 她马上起床让子奶不要再说了 子奶也打算要回家了 两人打开门就看到了美玲站在门外 原来美玲听说小草生病了特地来看小草 看到子奶和小草在一个房间里 美玲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愤怒地扔下东西就跑了 小草连毛冒着大雨追了出去 美玲问小草是不是和那个女人做了对不起女友的事情 脖子上的吻痕就是那个女人留下来的吧 美玲不明白小草明明有交往了很久的女友 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 小草没有狡辩 而是承认自己确实对小草做了很恶心的事 美玲对小草很是失望 她对小草说如果小草在欺骗女友 那她就把小草出轨的事情说出去 小草说完就突然摔了下去 下一集小草因为摔伤住院 小草又来到了东京看小草 小草因为愧疚决定向小草提出分手 超离谱慢改句 小草我呀第五集更新 这一集的信息量很大 但集中要素是给男主洗白 上一集男主在大雨中摔下楼梯受伤住院 在老家的小草还想着黄金周去东京找小草 打电话告诉小草时 接电话的人却是美玲 美玲把小草受伤住院的消息告诉了小草 小草放下电话马上来到了东京 幸亏小草没什么大碍很快就行了 小草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小草吗 她说如果小草有个三长两短她也活不下去 两人聊到一半时美玲突然来了 她尴尬的想马上离开却被小草叫住 小草说她要去小草家拿一些换洗的衣服 想请求美玲暂时照顾小草 小草说她可以找护士不用麻烦美玲 但小草却怎么都不放心 还担心护士照顾的不及时 啊我想说能不能别太爱了 最后美玲答应留下来照看小草 小草非常的感谢美玲 美玲看得出小草是真心喜欢小草 看着这样单纯的小草 美玲的内心十分复杂 她又忍不住问小草 明明有那么可爱那么喜欢自己的女友 为什么还要出轨邻居呢 小草说自己也不太清楚 可能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小时候她的爸爸出轨成型 妈妈每天因为爸爸出轨的事情伤心痛往 最后受不了抛下小草离开了家 走之前妈妈对小草说 妈妈刚走没多久 爸爸就带了另一个女人回家 这个女人对小草好的就像妈妈一样 可是没过多久 这个女人也因为受不了爸爸的出轨而离开了 而爸爸还是跟以前一样 见一个爱一个不停地出轨 小草觉得自己和爸爸一样 都不知道怎样去真正地爱一个人 可她不想成为爸爸那样的人 所以她开始想着尝试去好好地爱一个人 恰好这时候她遇见了小草 她知道小草一直都很喜欢她 而且小草为人热情又单纯正直 她像一枚小小的太阳温暖着小草的心 和小草在一起时 小草感觉自己内心肮脏的东西都被原谅了 她以为自己可以好好地去爱这样的小草 也想以同样的热情做出回应 所以她和小草成为了男女朋友 也很快发展到了那一年 那时候的她以为自己是喜欢小草 才想和她做那件事 但现在看来 自己当时并没有喜欢上小草 而是只想做那件事而已 小草还在拼命地跑回小荆家 邻居子奶还不知道小荆住院了 一直敲墙召唤小荆却不见小荆过来 她一整天都感到非常的寂寞 直到小荆家传来开门的声音 她马上过去敲小荆的门 没想到开门的竟然是小草 小草把小荆住院的事情告诉了子奶 子奶有点意外但又不好多问 小草说她想给小荆拿衣服 但又不知道小荆把衣服放在哪里 子奶竟到小荆家里 轻车熟路地把衣服找了出来 小草开心地感谢子奶 单纯地她只顾着收拾衣服 都没怀疑过子奶 为什么那么清楚男友的衣服放在哪里 小草收拾完东西直接返回了医院 子奶落寞地回到家里 这时在外地的老公打来了电话 他开口就问子奶现在在不在家 子奶说自己在家里躺着 老公这边看着监控满意地笑 因为子奶没有对他撒谎 老公说他今天就要回去了 而且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对子奶说 让子奶先回别墅等着他 看老公这个表情 应该是要甩监控视频 揭发子奶和小荆的奸情 小草这边回到了医院 他爹小荆拿来了一大堆生活用品 看样子很享受照顾小荆的感觉 但小荆却把一脸幸福的小草 叫到床前提出了分手 第五集结束 在下一集预告里 小草不同意分手 而且极力挽留小荆 甚至说出了全剧最炸裂的一句话 他人都sexしてもいいよ 第六集更新 绝版渣男小荆 终于向女友小草提出了分手 这突如其来的分手 对小草犹如晴天霹雳 单纯的他第一时间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小荆说小草没问题 是他来到东京后 一直忙着学业无法顾及小草 小草打断了小荆的话 接受这个分手的理由 他觉得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小荆不忍心看着小草苛责自己 终于说出分手的真正原因 他人都sexした Sacchan的事 一直裁断了 听到这个理由的小草如遭五雷轰笛 他想起上次在小荆家里发现的小雨伞 看来那时候的小荆就已经背叛他 还对他撒了谎 他强忍着难过问小荆 是不是因为喜欢上那个人 所以才背叛了他 小荆说他并不喜欢那个人 也不是因为那个人而出轨 他只是没办法真正地爱上小草 听到这句话的小草崩溃了 他不接受分手也不想听小荆的解释 抱着无比复杂又难过的心情 他直接从医院回老家了 回到老家后 闺蜜问他这几天在东京和小荆过得怎么样 小草一脸幸福地说自己恨不得马上和小荆同居 一旁的男同学一世起 却从小草的表情里看出了强颜欢笑 他追上小草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草再也抑制不住情绪扑了出来 他把小荆出轨和分手的事情向一世起说了出来 一世起觉得小荆既然已经背叛了小草 分手对小草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但小草却说自己放不下小荆 也无法想象和小荆分手 晚上 小草又拿起笔想给小荆写信 但写了两句又滑掉了 他内心无比纠结 明明还是喜欢的小荆 但又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被背叛的感情 在东京的小荆准备出院 小草听美玲说小荆的女朋友在医院照顾小荆 他很好奇小荆的女朋友长什么样子 于是缠着美玲一起去医院看望小荆 小荆告诉他们小草已经回去了 而且还告诉他们 是他把自己出轨的事情告诉了小草 向小草提了分手小草才离开的 美玲听了非常的气愤 因为小荆答应过他会和子奶断绝关系 然后继续和小草好好的在一起 现在小荆却只顾着自己心里舒服 对小草说了实话伤害了小草 他对这样自私的小荆失望不已 小荆出院后又直接去了子奶的家里 他心平气和地告诉子奶 他和小草说了自己出轨的事情 也和小草提了分手 但小草还没同意分手 子奶问小荆会不会因为分手的事而怨恨自己 小荆说并不会 因为他和小草最终都是会分手 子奶对这个回答并没有感到意外 他起身去收拾衣服 过几天他的丈夫就要回来了 他要暂时回大别墅住一段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他就不能和小荆在一起了 他觉得自己说不定会想念小荆 但小荆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自己和子奶谈不上喜欢更谈不上陪伴 只是两个寂寞的人各取所需 回到家后 小荆发现小草的开山落在了家里 犹豫了一会之后 他决定明天送回去给小草 小草每天在学校里郁郁寡欢 一是其一直默默地陪在他身边 正当两人结伴回家时 小草看到了从东京回来的小荆 小荆回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送还小草的衣服 还为了和小草把分手说清楚 但小草却拉住了小荆 开始卑微挽留 他责怪自己没能好好地理解小荆的诞生 他想重新开始努力地走进小荆的内心 小草说小荆是因为异地恋 所以才没能忍住和别人发生了关系 只要小荆没有喜欢上其他人 也愿意回到自己的身边 他就对小荆的背叛没有意见 小荆慢慢地抱住了小草 小草这份坚定不移的爱 又给了小荆爱一个人的信心和勇气 两人复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情侣酒店 这一次的小草变得很主动 第六集结束 下一集预告里小荆和子奶开始断绝关系 而小草却知道了小荆的出轨对象是子奶 子奶的老公回来了 而关系复杂的四个人终于要面对面了 在上一集里 女主小草火速原谅了一直背叛自己的男友小荆 毕竟小荆是小草的初恋 再加上谈了五年恋爱 心里很不甘心就这样分手 之后两人就一起来到了小黑屋 下午小草要回老家 在等车时 两人就开始幻想着下一次见面的情景 小荆看来是真的爱上小草了 小草拿出拍力的想要记录下小荆的笑容 可一转眼照片上却空白一片 似乎在隐隐预示着两个人的感情会是一场空 小草的内心顿时开始不安 送走小草后 小荆回到家马上过来找紫乃 她说这是她最后一次来找紫乃 她以后不会再和紫乃做那种事了 紫乃一把将小荆拉进家里 小荆除了道歉就只有道歉 紫乃说没关系 毕竟她曾经说过她和小荆之间只是各取所需 而且当初是她主动邀请的小荆 现在小荆和女友和好了 也是时候结束这段关系了 说着紫乃就把小荆推出了家门 镜头拉远 只见紫乃的老公在电脑前监视着两人 英田通不在家的日子里 其实一直都通过家里的监视器 观察着紫乃的一举一动 第二天老公出差结束 带着行李就直接去餐厅找紫乃 然而紫乃看着一个月没见的老公 脸上却一点笑容都没有 小草这边回到老家后 两个闺蜜立马就感觉到小草和以前不一样 小草大方地告诉他们自己和小荆已经和好了 而且还有了初体验 闺蜜听了这个消息比小草还兴奋 然而闺蜜走后 小草却又一脸忧愁 小姨看到她心事重重的样子 安慰她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她愿意倾听小草的所有烦恼 小草犹豫了一回 问了小姨一个非常炸裂的问题 小姨一时语色 她上次偷听到了小草和小荆的对话 其实她知道小草在担心小荆改不掉找邻居的坏毛病 害怕小荆喜欢上其他人 不过她还是将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了小草 小草独自去了车站 看着和小荆的合照又哭又响 虽然她和小荆之间把情侣的事情都做过了 小荆也在慢慢地喜欢上她 但是她对这份感情却没有安全感 她开始不再给小荆写信 而是直接打电话给小荆 小荆收不到信还有些不习惯 她坐在公寓楼下和小草商量着下次见面的事情 讲到一半时 小草似乎听到了子奶的声音 她瞬间就沉默了下来 而小荆这边也没了声音 原来是子奶和老公回家了 小荆呆呆地目送他们上了楼 小草不淡定了 强忍着哭腔向小荆确认 小荆一脸开心地挂了电话 这边的小草内心坠坠不安 她很担心小荆会再次背叛自己 英田通回到家后伺候子奶喝起了红酒 子奶的脸上却并不开心 因为她不喜欢英田通来她的这间小荆 英田通在房间里环顾一周 然后问子奶 被问到重点的子奶有些心虚 第七集结束 下一集预告里 英田通看样子要甩监控视频 向小荆索要精神损失费 而小草可能会主动替分手 慢改神剧小草我呀第八集更新 这一集离老公英田通加入战斗 剧情又有意思起来了 女主小草悲微挽回扎男友小荆后 两人又继续开始了异地恋 日子好像回到了从前 但小草的内心却时刻忐忑不安 说好的不在乎小荆乱搞 但不信任的种子已经在心里种下了 白天她老想着小荆会不会背叛自己 晚上又梦见小荆和邻居子奶又好上了 时刻被不安的情绪左右 小草每天都心不在焉 小荆这边已经决定和子奶断了关系 而且子奶的老公也回来了 三个人一大早在楼下相遇 显得分外尴尬 小草和小荆约好着周末一起去烧烤 本应该开心的事情 小草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两个朋友看着这样的小草非常担心 知道内情的小姨上前安慰小草 小草强忍住哭腔说自己一点也不介意小荆乱买 只要小荆没有喜欢上其他人 她就可以原谅小荆所有的背叛和不忠 现在的她感到很幸福 最后她还强调自己只有小荆 小姨很心疼这样卑微的小草 我幼い的事好 所以我幼い的事好 所以我幼い的事好 我幼い的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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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切的事有很多 所以我幼い的事好 小草还没反应过来 肚子却突然疼了起来 来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来立驾 她只好发信息告诉小荆自己身体不舒服 周末的烧烤计划只能延后了 消息发出后眼泪却止不住 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却害怕这一次的失约 会降低自己在小荆心中的价值 想到这个小草不免觉得自己太过卑微了 小荆收到小草的信息后 立马打来电话关心小草 她体贴地把下次见面的时间赶了日期 而且还为小草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她让小草相信自己 以后她一定会好好珍惜小草 小荆的这一波操作直接把情绪价值给拉满了 这番话要是换在以前 小草会开心到飞起 可是现在的她放下电话却忍不住哭了 因为心里始终对小荆的背叛心存芥蒂 她不知道自己自欺欺人的忍耐还能坚持多久 子乃自从老公回来后就搬回了大盆树 但她一直舍不得退掉在小荆隔壁的那间小公寓 老公英田通对此有点不满 她希望子乃尽快退掉公寓 子乃却沉默了 显然她根本不想退掉那间公寓 不是因为小荆 而是想要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 所以她只能借口合同没到期来留下那间公寓 可这却让英田通误以为子乃对小荆抱有留恋 既然劝不动子乃 那她就只能赶走小荆 于是她把收集到的监控视频 整理成了照片来到了小荆面前 对小荆抛出灵魂拷问 小荆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整个人直接跪了下来 第八集结束 下一集里四个人要坐一桌面对面撕破脸 小荆的结局会如何呢 超离谱日剧小早我呀 第九集迎来高盟剧情 男大学生小荆和人妻子乃的事情被子乃的老公发现了 老公英田通上门找小荆要精神损失费 小荆一脸茫然 英田通拿出了录音接着再甩出了照片 偷吃被发现小荆顿时吓得脸色发白 英田通说自从子乃和小荆不再做那种事后 他本来是打算不追究的 但是看到小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又让他很懵吐 所以他必须要让小荆付出代价 代价就是赔偿自己二百万日元的精神损失费 在赔偿之前 他命令小荆给自己跪一个倒个钱 理亏的小荆只好赵左 英田通说过几天他会把书面索赔文件寄给小荆 让小荆先去把钱准备好 小荆一句话都不敢说 毕竟自己确实做了无法原谅的事情 只能乖乖准备赔钱 英田通处理完了小荆又回来向子乃摊牌 不过他没有告诉子乃自己向小荆索要赔偿 子乃还以为老公会大发雷霆 没想到英田通说只要子乃尽快退掉公寓 他就会原谅子乃 子乃不敢再拒绝 只能找个时间去把公寓退掉 小荆这边为了筹钱开始去打工 从早到晚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因为工作他无法秒回小荆的信息 小荆这边看到迟来的消息内心十分不安 总觉得小荆是不是又去找子乃了 抱着忐忑不安的心 小荆突然来到了东京见小荆 小荆开心地带着他去甜品店吃东西 然而不巧的是 英田通也带着子乃进到了店里 看到小荆和女友在一起 气氛顿时变得非常的鬼 子乃和小荆还有小荆三人的表情十分复杂 只有英田通一个人在大快 小荆想要带着小荆离开 却被英田通强行留下 于是三人只好默默地看着英田通吃完 才得以结束这尴尬的饭子 而这一次的 让小荆知道子乃原来是已婚人士 晚上在小荆家里过夜 小荆想到小荆给自己准备的礼物就非常期待 第二天一大早小荆就出去兼职了 小荆留在家里看到了以前他寄给小荆的信 足足三百多封 但小荆居然一封都没有拆开看过 小荆看着这些未拆封的信心如刀割 他猜到那时候的小荆应该是忙着和子乃在一起 根本没有心思看他的这些信 此时小荆回来了 小荆连忙把信收好 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小荆吃过早饭后又出去赶第二份兼职 在他离开后 小荆敲开子乃的家门进到了子乃家里 在家里环顾一周后他问子乃 子乃现在能做的就只有道歉和搬出这间公寓 小荆无疑是被伤得最深的那一个 经过这些日子的挣扎 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他无法容忍感情里的背叛 也始终无法原谅出轨的小荆 于是在小荆拿出礼物时 小荆没有收下 而是平静地向他提出了分手 离谱日剧小荆我呀 第十集来了 在上集结尾 青春女友小荆终于把出轨的渣男小荆给甩了 小荆一脸茫然 小荆明明都说好原谅他出轨了 为什么现在又要分手 小荆说他其实一直都没能接受小荆和一个人妻出轨的事实 他只要想起这件事就会痛苦不堪 以前他以为自己对小荆的喜欢足以让自己原谅小荆 但是后来他发现 真正喜欢一个人时是无法原谅出轨的 所以他原谅不了小荆也不能和小荆继续交往下去 说完小草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小荆没有再追上去 默默地看着小草消失在夜色里 被甩了之后 小荆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 这时他才想起小草寄来的那些信 他把落灰的信拿出来一一拆开阅读 小草在每封信里都写满了对小荆的思念 但小荆居然一次都没有回过信 那时的他感受不到小草的爱 也觉得小草的信无聊透顶 现在他想要回信却发现已经晚了 分手归分手 小荆身上还欠着英田通200万日元的精神损失费 所以不得不打起精神四处找兼职 小草关心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荆告诉他们自己被小草给甩了 小草听罢一脸兴奋 小草问他是不是因为失恋 才会拼命打工 小荆当然不敢说出真实的原因 起身要离开时 手上的招聘信息不小心掉落在地 小草发现了其中的那份索赔文件 他正要问清楚小荆怎么回事 心虚的小荆立马抢过来慌张逃跑 小草会心一笑 原来小荆四处打工是为了还钱 小草幸灾乐祸地把小荆被索赔200万的事情告诉了美玲 美玲并没有感到吃惊 反而担忧一脸憔悴的小荆 晚上小荆继续去打工 兼职很累人又赚不到几个钱 小荆不知道何时才能还完那200万 想到这他就非常的沮丧 牛郎店的小哥看到他缺钱的表情就拦住了他 小哥怂恿他去做牛郎 还说凭他这张脸和这副身材一定能赚很多钱 小荆听到很多钱就有点被说动了 幸亏美玲突然出现才把他拉了回来 美玲把他带到了餐厅里吃饭 小荆却说自从和小草分手后 他就没有半点胃口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被甩失多么的痛 子乃这边决定周六就去搬家 在回公寓收拾东西的路上 子乃偶遇了老公的同事 同事和他聊起了殷田通 他说殷田通每天都会在同事面前提起子乃 大家都很羡慕他和子乃如此恩爱 子乃回到家沉思良久 他一直以为殷田通不在乎他 但现在看来似乎是自己误会了 然而当他为老公收拾衣服时 却在口袋里发现了老公向小荆索赔200万的文件和几张照片 照片上是子乃第一次把小荆带进家门时拍的 子乃震惊不已 原来殷田通一直都在监视他 当时是他主动邀请的小荆 现在他也不能对索赔的事情装作不知道 他决定要去告诉小荆 自己会为他还这笔钱 小荆打工结束回到家 发现小草又给自己寄来的信 难道小草又要复合了吗 第十集结束 小草我呀第十一集更新 这一集看似摸摸鸡鸡实则非常离谱 接上一集 子乃发现了老公殷田通向男主索赔200万的事情 他拿着那张文件来找小荆 并表示自己会替小荆付这笔钱 毕竟这件事的起因是他引起的 小荆却一口拒绝 他觉得自己犯了对人妻出手的罪 所以必须由他来全额支付赔偿以赎罪 子乃后悔不已 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 他想正式向小草道歉 小荆说现在道歉也没用了 因为小草已经跟他分手了 子乃听把羞愧得不知所措 回到家后他拿出那些照片和文件向老公摊牌 他说自己知道了老公一直在监视他 也知道了老公向小荆所赔的事情 被追问的樱田通流下泪水向子乃道歉 他说自己这么做是有苦衷的 事情要从樱田通所交往的前任说起 他和前任交往时每天给对方打三次电话 每天还要亲吻对方十次以上 还会每个月定下两三个纪念日来庆祝 但是这么主动的他最后却被甩了 前任说樱田通的爱沉重的让人受不了 从那时起 他就不敢表露真实的自己了 想知道对方的真心也因为害怕而不敢问 所以当他发现子乃渐渐失去笑容时 他的内心其实非常想知道原因 但因为害怕被子乃讨厌 所以没敢直接问他 当子乃要在外面租一间公寓的时候 他非常的担心但又不敢了 于是就只能在子乃的公寓里装了监视器 子乃摇摇头说自己才要向老公道歉 其实他一直都很孤独 老公总是出差在外让他一个人在家 他感受不到被爱的感觉 也慢慢的觉得自己在老公心中越来越不重要 于是他才想到了要去外面租一间公寓来试探老公的感受 但老公居然没有生气 这让他更加笃定老公已经不在乎他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和隔壁的小金相遇了 当看到小金和女友还在用书信传情 这种朴素的幸福让他非常的羡慕 于是他主动接近了小金 把自己无法对老公表达的情感 全部发泄到小金身上 他这么做也只是想要感受到老公对他的爱 可是老公即使知道了他和小金的事 也表现得若无其事地原谅他 英田通连忙解释 他只是害怕子乃会离开他 所以才会万事都迁就子乃 他以为子乃希望他不过多干涉 子乃摇头否认 还说自己租公寓在外面住是因为不甘心 他也想让英田通感受一下独自住大房子的孤独 英田通却笑了 原来他们都因为无法表达真实的自己而笨拙地爱着对方 解开误会的两人久违地拥抱在一起 你俩这下是和好了 却把别人给拆散了 小枣和小金分手后就回到了老家 他把分手的事情告诉了两个闺蜜 闺蜜们抱着他好好的哭了一场 之后小枣拿出所有给小金写的信 他最后一次一一阅读然后全部烧 以此来告别刻苦铭心的初恋和渣男 小金自从收到小枣的最后一封信后 一直迟迟不敢拆 以前让他厌烦的信现在却无比珍贵 他知道一旦拆开了这封信就意味着和小枣彻底告别了 而他还没有做好告别的准备 第十一集结束 在下一集预告里 小金大学毕业搬出了公寓 开始了每天打工赚钱还债的日子 这些日子里他每天坚持写信反省自我 时间到了四年后 剧情还会有反转吗 慢改神剧小枣我呀 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快来看看这个结局够不够颠吧 在上一集的结尾 小金收到了小枣的最后一封信 这一集里 小金终于鼓起勇气拆开了信封 出乎意料的是 小枣在信中没有提起任何关于分手的字眼 而是像往常一样 平静地和小金分享了他的日常 在信的结尾 小枣也只是送上了一句简单的祝福 小金读完信后眼泪再也止不住 因为他明白小枣已经彻底放下了过去 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从此以后 小金和小枣再也没有了联系 不久后 英田通和子乃找到了小金 商讨精神损失费的赔偿问题 英田通之前是向小金索赔200万日元 但考虑到子乃也有一定的责任 最终只要求小金赔偿他100万日元 对此小金毫无意义欣然接受 不过英田通还有一个要求 他希望小金每个月只偿还2万日元 分50个月把这笔钱还清 小金却想尽快还完这笔钱 但英田通坚持分期偿还 因为他想借此让小金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随后他又把一条项链挂在小金的脖子上 并约定在还清欠款的那天再收回来 小金也只能答应 从此每个月小金都会和英田通见面还钱 还钱的同时 小金还每天给小枣写信自我反省 就这样过了4年 小金终于还清了100万日元 英田通也收回了项链 在这4年里 小金每天都在为伤害了小枣和子乃后悔 英田通坦言 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小金 他自己当年因为没能好好和子乃沟通 也受到了被出轨的惩罚 不过现在他们受到的惩罚都结束了 而且他还要感谢小金的出现 让他和子乃之间重新建立了信任 最后 英田通想带小金去见子乃和他们的孩子 但小金因羞愧而婉拒了 又过了4年 小金身边的同学们都在不断前进 校草交往了新女友 美玲成了一名新手妈妈 在参加完同学的婚礼后 小金在回家的路上 意外看到了怀孕的小枣和她的丈夫一脸幸福的逛街 小金感慨万千 仿佛所有人都在向前迈进 唯独她还停滞不前 就在这一刻 小金下定决心开始全新的生活 她搬出了住了8年的公寓 搬到新家的第一天 一个小女孩主动上前打招呼 她说自己家在小金家隔壁 小金递给她一颗糖作为见面 女孩毫无防备地把糖放进了嘴里 从此之后 她每天都会在小区的游乐园等小金下班 然后一起回家 小金担心过往的车辆会撞到她 每次都提醒她走在里面 但女孩总是伸出手让小金牵着自己 这样她就不用担心了 走到楼下时 女孩突然问小金为什么还没结婚 小金回答说她心里有一个忘不掉的人 女孩突然跳到小金面前 伸出双手示意小金拉住她 回到家后 女孩向妈妈介绍了隔壁的帅哥大叔 她不知道小金的名字 所以每次提起她时都会这样称 她认真的对妈妈说 长大后要嫁给这个帅哥 妈妈告诉她这种话不能随便说出口 镜头拉远 女孩的妈妈竟然是子奶 女孩并不是随口说说 她似乎已经认定了帅哥就是自己未来的老婆 阴田通笑着说 如果那个帅哥不是个奇怪的人 女儿喜欢她也未尝不可 只是这个帅哥被七岁的小女孩喜欢 恐怕会觉得有些困扰吧 女孩回到卧室后 像往常一样把耳朵贴在墙上 听隔壁小金的动静 不一会 小金这边听到了隔壁传来的敲墙声 好奇之下她也靠近了墙壁 对方敲了几次后 小金也伸出了手 至于她是否敲下去 这个开放式的结局就留各位自己想象了 hush 好奇之后 好奇之下 好奇之下